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在之前的影片介紹我喜歡的動物家裡擺設那集裡面 我有說過我一定會幫遠人換房間的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講一下 我要怎麼幫遠人換房間以及拍下換房的過程給大家看 我先來說明整個流程 首先換房一定會需要一個願意幫你忙的朋友 以下我就用A來稱呼我自己 然後用B來稱呼朋友 我要先聲明喔 這整個過程都會需要用到調時間 所以對於調整時間這件事有疙瘩的人 可以不用繼續看下去了 那為什麼會需要調時間呢 是因為A跟B都需要先各自滿足一個條件 那我用一張圖來簡略說明一下 首先B一定要先有一塊空地 才有辦法接A的動物去他那裡 而A就要在B有空地的時候想辦法 讓那隻需要換房的動物主動提出要搬離島上 而如何讓動物主動提出想要搬離島上呢 請參考我的這兩支影片 我也會把網址直接貼在資訊欄喔 成功讓動物主動提出搬家之後呢 A需要在調整個時間加速搬家的進行 那免得B的空地被塞住民就會非常困擾 也就是A加速一天讓目標動物處在整理紙箱的狀態 讓B可以去A島上將目標動物接走 那接下來就是B要辛苦啦 因為要在目標物搬離A島上後 趁A還有空地的時候 再把剛接回來的動物給趕走 好讓A可以再趕快將動物接回來 而B能做的事情我提供兩個比較快的方案 第一個就是amiibo卡 如果你手上有一張amiibo卡的話 你就能呼叫卡上的動物進來B的營地 並指定動物離開島上 這時候就能指定目標動物讓它立刻走人 A再馬上去B島上把動物接回來 這樣整個搬家就完成了喔 只是要注意的是 amiibo卡邀請過來的動物 會需要花三天的時間邀請 而且需要完成三個小要求 才能指定動物搬走 如果不調整時間加速進行的話 A島上的空地肯定是會被離客給塞住民的喔 那如果沒有amiibo卡的話 那有另外一個方案 就是請B洗帳篷邀請動物入住 並且把目標給擠掉 再讓A去B島上將目標動物接回家 但這個會比較辛苦一點 至於怎麼洗帳篷邀請動物入住 可以參考我另外的這個影片 教你如何有效率的洗帳篷 那基本上這次的換房行動 就是我前面幾個重點教學影片的集大成喔 好的 流程大概講完 接下來我就要開始實際操作的部分 但我這次要做的不只是我剛說的A跟B的交換 還多加了一個C喔 原因是這樣 我朋友B說他有空地 願意幫我接遠人 而且他有amiibo卡可以直接指定遠人走 而剛好我還有個朋友C 他家也有遠人 而他的遠人也是住在樣品屋想要換房 我跟他協議之後決定來個交換遠人 那這個跟交換老婆之類的應該是不一樣的概念吧 總之最後會變成B接走我的遠人後 我再去C那裡接他的遠人 而C在B那邊把我的遠人接回來 來完成這個世紀的創舉 那現在我朋友B已經準備好空地了 接下來就是我要來使用這個方法 來讓遠人離開啦 現在遠人提出要離開島上了 他的臉好無辜喔 但我還是要幫你換房子 忍耐一下喔 接下來就是等B朋友來我島上 接遠人去他那裡 那我要再調時間讓我的房子早一天變成空地 有空地後換我要去西他家把遠人給接回來喔 以後我島上的遠人就變成你啦請多多指教 那我這邊的換房任務就結束了 接下來就是B要刷Amiibo卡 再指定要遠人搬走 C就可以去他家接我的遠人走啦 這樣就大功告成啦 遠人交換計畫大成功喔 其實最累的就是B喔 所以大家要找個願意當B的好朋友 來幫你們執行這件事 大概就是這個搬家計畫最難的一部分了 以上就是我這次分享的 幫遠人換掉樣品屋的整個方法與流程 希望大家也喜歡這個影片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小朋友 我覺得不需要去吧 有一個比較多餐 Mud 好嗎 好嗎 小朋友 如果你們再按旁邊 一點點 餅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也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